拥有天堂果之称的木鳖果 营养价值相当高 富有许多的茄红素 而今年成为不少民众 选做保健食品 成功证农会为了让木鳖果的种子 能够有效被利用 特地推出盆栽DIY的体验活动 要让民众在认识木鳖果的同时 又能把自己制作的精美盆栽带回家了 把它套上去 把它套起来 在指导老师的教学之下 参与游层体验的民众 陆续将铁丝线穿过装饰用的小猪猪 做成等一下要进行盆栽装饰的配件 有天堂果之称的木鳖果 因为含有大量的茄红素 营养价值相当的高 也因为种子的形状酷似鳖 因此有了木鳖果的名称 但由于木鳖果的种子无法使用 以往只能丢弃 而成功证农会也与在地的美山社区合作 利用各式的装饰品 将木鳖果的种子改造成为小盆栽 推出DIY的游层体验 并参加由台东县农会 与县府农业处合作 所推动的创新绿色农业体验游层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可以认识这项作物 我们这个天堂果实种子去的体验 最主要就是说要让民众去认识木鳖果的种子 那因为木鳖果的种子基本上它是不能食用的 不能吃的 但是每年种子的产量又非常的多 但是木鳖果的种子对我们印象来说 它或许是没有用的 但是如果我们跟因为木鳖果的种子长得像鳖 那我们就把它跟鳖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做结合 因为鳖它会带给大家有财富 有健康的一个连带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体验就是利用木鳖果的种子 做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小盆栽 就是希望让大家把这个木鳖果种子的盆栽 放在自己的书桌啊或者是房间的时候 可以带给大家财富带给大家健康带给大家 可以让大家有美梦成真的感觉 而参与油城体验的民众在组装完盆栽后表示 虽然一开始的步骤有些困难 但在完成后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应该很困难 可是做完以后觉得很有成就感 这些农会结合在地的社区 将以往都被丢弃的木鳖果种子 摇身一变成为精美的小盆栽 期盼透过油城的体验 让民众可以更加认识木鳖果的同时 又能加木鳖果的每一个部位 都进行充分的利用 记者陈吉林 陈公正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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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